Hello,各位好,我是老仓鼠 最近入了一口新锅还没用过 今天决定拿它做一个意大利杂菌烩饭 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制作 首先是蘑菇的选择 我使用了干香菇和干牛干菌 干菌风味很强,所以一点就够了 新鲜蘑菇部分使用了海鲜菇和白蘑菇 你也可以换成自己喜爱的菌类 我们先把干菌泡发 注意泡发的水千万不要倒掉 然后将白洋葱切碎 像我这样先顺着纹理切几刀 然后横过来切碎就好 不需要切细,随便切碎就行了 然后将白蘑菇随意的切碎 我们只留海鲜菇不切 其余蘑菇都切碎 切碎后有助于将它炒干,强化风味 等香菇和牛干菌泡发好后 我们也给它切碎 至此我们的食材就处理完毕了 然后就是resolto调料 这个一般含有藏红花 注意别放多了,颜色会重到辣眼睛 我们用一杯水给它冲开 所有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起锅烧油 锅里倒15毫升的橄榄油 我这是一口白法郎 白法郎不用开锅,刷一下就可以直接使用 油热后先下白洋葱 同时加入盐和黑胡椒翻炒 加盐可以加速洋葱水分的吸出 加速烹饪过程 不停的翻炒白洋葱直至边缘变色 注意不要炒成褐色 接着下切碎的蘑菇 这一步一定要将蘑菇炒干炒透 等你能闻到浓郁的蘑菇香气后 下入海鲜菇炒软 不用担心锅底的颜色 150毫升白葡萄酒洗锅 等酒精挥发的差不多了 锅底的精华也就重新回到汤里了 现在我们可以加入会饭专用米 用这种Aborio rice 意大利会饭和西班牙会饭都使用这种米 洗好的米直接放入锅中 这种米的特点是吸水性很强 所以容易熟 适合会饭 我们加入泡发香菇的水 再加入result调料水 再次加入黑胡椒和盐调味 加入20克的黄油 以及15毫升的鸡汁 盖上盖子调最小火 根据米的指导时间焖煮 我这个是17到19分钟 好时间到 期间要注意观察两次水量是否充足 避免糊锅 将汤汁收到你喜欢的程度 我们的意大利杂菌烩饭就做好了 再次撒一些黑胡椒调味 加上一些欧姓醉或小葱装饰 如果你是菌类爱好者 一定不要错过这道烩饭 一口下去浓郁的菌类风味 在黄油的包裹下瞬间迸发出来 这道菜你也可以不用result烩饭调料 只用一半的蒜粉做代替 这样成品是接近蘑菇的深棕色 看起来另有一番是欲 我是黄金大仓鼠 我们下期视频见